超常发挥 有没有 家人们 但是唱歌没怎么超常发挥 没有吗 我觉得唱蛮好的 我觉得我唱太烂了 我会唱 家人们你们觉得大宝刚才唱怎么样 我觉得还挺好的 觉得我唱得怎么样 对 已经 其实我觉得比他平常清唱已经好很多了 所以他今天很开心 今天可以站着给大家唱歌 是大宝真特别开心一件事情 然后泽天呢 他也惹叔叔阿姨哥哥姐们不开心了 这个 这个 我也知道错了 特别是昨天 是不是有点吵发生了 没有啊 没有是吧 没什么你说 就是特别的 坦南不开心 然后 昨天 费了酒牛二虎之力 终于是把它哄好了 所以我今天特别的开心 费了酒牛二虎之力把我给哄好了 是啊 我们家坦南可不是那么好哄的 我很好哄好不好 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那你说你是怎么哄我呢 来给家人们说一说 家人家人你们猜一下我是怎么哄好的 是买礼物呢 还是怎么跟他说说话呢 我们猜一下 觉得我是买礼物或者说我说话呢 昨天嘛就是靠着我的嘴皮子把它说好 偷耳朵哈哈哈 没有没有昨天没给他掏耳朵 是不是就还有家人提掏耳朵这个 我是怎么把它哄好了 首先 首先就是 先认错 然后认错 然后承认自己的错误 然后再去慢慢的去说一些甜蜜的话 然后说说我的想法 然后也听听他的想法 所以 对对对 可能就花言巧语吧 就他们所说的花言巧语 就两个人就是 这个事就就 这样说好 反正我就是 因为我家里家里面就是 确实就是人口比较多 然后 就是父母也 就是想帮助一下 就说亲朋好友可能是他们看了 我现在可能是 就稍微好一点 然后 想 就是说 想让我帮帮帮村里的人 然后帮帮亲戚这样子 所以 我也是抹不开这个面子 所以就是 就是这样麻烦到坦坦了 但是我觉得坦坦说的也对就是 那公司是公司 然后肯定是不能 说亲戚怎么样子都安排进去 所以 所以后来我就想那就是按正常 正常正常流程走吧 对不对 正常流程走 如果说 我那个 亲戚 如果说他做的好那怎么就用 做不好那怎么就不用 对不对 家人们 我 我给你们说一说 这个事情是怎么解决的啊 就是 昨天呢 我是有点不开心 然后呢 然后大宝就 就跟我讲了很多他的难处嘛 我觉得大宝呢 他也不是说把我给哄好了 也不存在 就是说 让我多理解他一点 然后今天呢 然后他表姐也来我们公司了 你们猜猜 他入职的扣一 没入职的扣二 只会见那家人们 今天他 唐姐 对不是表姐 叫唐姐 然后 来我们公司啊 觉得在我们公司入职的扣个一 没有入职的扣个二 他妈你给家人们说 入职了没有 没有 家人们 面子 我给家人们说一下 就是 她的堂姐 然后 并没有 入职我们公司啊 今天 今天是 下午来的公司 然后 但是他没有入职成功 但是我跟大宝没有因为这个事情不开心 然后 我在这里也给家人们去交代一下 就是他 唐姐今天来我公司了之后呢 昨天我让大宝交代他了 今天去公司 要拿一些什么样的资料 然后去人事部应该要怎么怎么说 但是他 唐姐就是 说的话把我们俩就有点逗笑了 但是我们人事部就问他 唐姐说 那个 你为什么来那个化妆品公司 上班 然后他说 因为这里有用不完的化妆品 然后 然后 关键不是开玩笑的 说得还挺认真的 然后呢 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人事就问他要那个 要那个简历 然后 他说他没有简历 然后他说 就是你报这个大宝的名字就可以了 就 嗯 就后面 然后那个人事部的人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说 这里来了一个人说要报那个大宝的名字 因为他们很多人都知道我跟大宝的这个关系嘛 他们说我没有简历我报大宝的名字 然后人家就问我这个是谁 然后我也不好去说就是 这个是大宝的唐姐 我觉得有点尴尬嘛 然后我说 我说这个是我的一个发小 然后我说你们看吧 我自己觉得行就用不行也没有关系 然后男人事部就跟我说用不了 然后问我 有没有关系 然后我就 我又打电话给大宝了嘛 我就问他 我说那个 那个可能是录用不了 然后大宝 我以为大宝会跟我生气 但没有 大宝你跟家人们说一说 你为什么没生我的气 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子做的是对的 就是他 审美也没有 然后 然后也不能为公司 就是 创造一些价值 所以 我觉得 你这样做的对了 因为 我能帮的也只能帮到这样子的 就是我 可以帮他去找工作 帮他去介绍 但是他能不能做得了 这是 就是 他的一个事情了 所以 所以你 你也不要说怪我 父母 怎么样子 因为 他们就是 农村的嘛 然后 就是 就是一个农民 然后 他们一直是以我为骄傲的 然后从 就小时候开始就以我为骄傲 所以说 他就是觉得我现在 就找到一个就是说比较好的 就是 未来的对象媳妇 他们是这样子认为的 所以 他们经常会到村里面 然后 或者说亲戚里面 就是跟 跟人家讲 可能就是 宣料一下 所以 就是他们 可能他们也没什么文化 也不懂 这样 也不懂什么什么 什么道理 他们就是觉得 我现在 过得挺好的 然后 找一个这么 能力这么强 然后这么善良 这么厉害的一个 亦来的一个 对象媳妇 所以他们觉得 脸面特别有光 对 嗯 其实没必要这样的 就是说 嗯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低调一点 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正常来说 我跟大宝 我们才刚刚相处 也没有必要 总的这种七大 一八大姑都知道哈 家人们 家人们 你们觉得 其实有时候吧 就是树大招风 真的没有必要 这是 而且我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我可能 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但是你说 太多 可能我也 做的不一定 能把整个家 都照顾得非常好 这个样子 嗯 然后 那昨天 昨天 很多家人跟你提了关于说 这个 就是在等两年这个事情 大宝你是怎么想的 嗯 我在想就是 可能 两年确实会 太久了 我就想要不 我现在就先 贷款 然后 贷什么款 然后 自己再努力 努力几个月 这样子 先先把他们房子盖起来 对 如果说 随便要 家人们 你们 会确实太 太久了 就是 就是我 其实现在堂堂的 感觉是很尴尬的 嗯 很尴尬的 所以说 我就不说了 然后今天呢 嗯 我先 找两个家人们 连个卖吧 我很久没有给直播间的家人们连卖 我随机找两个 好吧 来我先随便找一个 嗯 先找一个 我看一下 有没有想跟堂堂连卖的 然后你申请一下 我拉一个 好不好 来你们现在申请连卖 我随机抓一个好不好 就你们跟大宝讲吧 这这么多人想连 那我随便点一个啊 你们可能好多人不知道怎么点进来 把我点一个薰衣草吧 这个粉丝灯牌比较高的啊 来 诶 诶 听到没有 来 哈喽哈喽 听到没有 大宝 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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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关注你们很长时间的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你看啊 如果我们都是 孩子也挺大的 比你们要大一些 但是呢 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作为父母来说啊 都盼着孩子有出息 给家族 给家族争光 争脸 是不是啊 对 但是也要考虑孩子的难处 堂堂呢 虽然家里有 但是 人家也 以前不是大风刮来的啊 大宝呢 也是比较有志气的人 就想靠自己的努力 去做一些事情 也想成为家里的骄傲 但是我 我认为是啥啊 如果你没有认识堂堂 如果你找个别人的时候 能那么急着给父母盖房子吗 是不是啊 咱们要量力而行 你可以怎么样 堂堂愿意做的事情 咱们可以去做 可以去怎么样 但是 大宝啊 你要站在你的思想 你的角度考虑问题 那你爱堂堂 也要站在堂堂的父母的角度 别人家会怎么想你 是不是啊 咱们是要争气 但是也要付出努力 这个努力是什么 是和堂堂家人的那种 在很多看法呀 他们家的一致 就等于说咱们是一种 堂堂在屋 很多时候是在包容你 但是你又做了什么呢 你是不是也要多理解堂堂和他们的家人呢 是不是啊 虽然我跟你讲啊大宝 我也是一个被抱养过来的孩子 在我 在我父母 他们养我的时候 给我送的一个家庭是 也是三天打架两天吵架的家庭 就是因为这个我不会认我的亲生父母了 我就认为是啥 我就觉得你给我送 你送一个好一点的家庭也行 你给我送一个天天战火不断的家庭 我心里特别难受 甚至我后面我见过我的生母 他就问我你愿不愿意认什么的 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直接就告诉他 我那生母没有养母亲 你既然把我送的 我讲的既然现在已经这个样子 他们寒心如苦的把我养大 那我就要 我不会让他们伤心 这是我说的话 但是我也要理解 就是说 作为你的爸爸妈妈啊 虽然以你为骄傲 但是他不能把你逼到死不痛 你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你看你现在住的 我们都有孩子 我的孩子如果这样子 我也很焦心的 我怎么会把你逼得 过个父亲节也要两万 或怎么样 那是不是看着你找的女朋友有钱 他们就应该这样做 或是从小给你灌输的 那个想法就是 你应该去管弟弟妹妹 你应该去照顾老人 你应该怎么样 给你绑架你 所以说我就是这样想 咱们可以孝敬父母 可以怎么样 但是不是余孝 是不是 你站在你的角度考虑考虑 但是也要站在堂堂的角度考虑考虑 堂堂家里的现在的 目前遇到的问题 是怎么去解决 不能一股脑的就想 哎呀 我就按我的想法走 我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 大宝你怎么看 这位阿姨你说的我 我知道 然后就是 其实他们 我的养父养母 他们现在都是以我为龙 然后至于说 他们找我 找我要什么米 他们其实也不大清楚情况 所以 这个也 他们也没有逼我的 是我自己说 想去这么做的 然后 其实我们两个有一个 相同的一个经历 然后 我也很 很爱我的 养父养母 然后很爱我的这些 弟弟 妹妹们 我就是怕他们为我担心说 就是因为我在外面过得苦 所以说我 我想把我说 尽量好的东西给到 他们 不想让他们说 让他们知道觉得我过得很苦 或者怎么样子 大宝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 我也是这样过来 我从小我父母把我 我是个女孩 他把我当成个儿子看 我弟弟也是抱养的 但是是他们家亲戚的人 他就会认为 我什么时候都要管我弟弟 我弟弟不结婚 没有什么 我可以 没有房子 我就要先给我弟弟 有点钱买上房子 这是家庭对我的一种绑架 虽然你现在 我跟讲 虽然你现在 这是作为你来 咱们有多大的能力 干多大的事 咱们一切从实际出发 堂堂 我们有的时候 为什么看着你们直播 那么长时间 我们一天为你们 天天一会儿看着你们哭 一会儿看着你们 你们笑 这是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我也不能 不能就说 我们可能站的角度不一样 站的角度不一样 就是看她问题 很客观一点 是吧 不像堂堂 她爱你 她会义无反顾的 甚至很多家人 在群里都在说堂堂 都在说堂堂恋爱 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大宝呢 虽然品质很好 虽然怎么样 但是你想一想 以你个人的 比方说你可以管父母 你的妹妹上大学的时候你可以帮 但是你说正常的都结过婚的人了 而且自己没有生活能力 找了一个老公 老公那样子做了 然后还拿别人一天办法都没有 而且所有的困难 只要有大宝在 一切都不是困难 这是很不对的 每一个家庭啊 每一个人 他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 自己该负的责 难道你要雇你的妹妹 雇你的妹妹的妹妹 妹妹的孩子 一辈子吗 只要谁过不好 都有大宝在 你想一想 你将来以后 会把 会把 你们将来以后 会